10万订阅 谢谢你们 未来一起努力吧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要你鼓掌 我是婉伦 我是袁装霖 哇 11月1号 大家还记得吗 不到4天哦 11月4号 今天6号 11月6号 1号到6号 不到4天 哇 松瑞昂亮灯掌听板 但还有很多的 婉伦记不起来了 还有好多了 我们等一下来看 好好的 那首先袁老师的个人频道开启了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手机拿起来扫描我们QR Code 加入我们袁老师的个人频道 好 那今天的 今天的大盘呢 就已经命中注定 就是应该会持续大涨 命中注定会大涨 为什么呢 为什么 那斯达克上个礼拜五 上涨了1.4% 费城办法理上涨了2.55% 那就大涨嘛 是大指数都大涨 那亚洲 亚洲股市 今天南韩 他们宣布说 要禁空令 禁止放空到明年6月 不要放空了 对 所以首尔上涨了4% 哇 非常非常强 那日经也上涨2% 所以亚洲股市 还有恒生也上涨1.5% 就激烈台湾股市 好看 我们这个一开盘呢 就直接越过这两条的压力线 那后来就持续在这个压力线之上 就是整场都非常强了 那后来有稍微压回一点点 上涨了141点 收在16,649点 好 那今天也攻克了这个季线 那盘中的时候呢 新台币 美元对新台币的汇率呢 台币又升值 升值了多少 升值了1.7角 升值率非常非常强了 所以今天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它会上涨 那那个类股行情 今天几乎全面都上涨 类股轮动 那电子通路 还有这个电机 还有这个AI概念股 是 都涨了比较多 那虽然今天的AI概念股 只有17%而已 但是今天普遍它们反弹 好 那我们看 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因为台币升值 那所以我们要看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上周的时候 哇 这根长黑 这根长黑跌下来 我们上次就讲说 如果是美元指数跌破这个颈线的话 可能对全世界的货币 会比较有正面的影响 大家升值的话 那股市就会跟着升 那果真这个长黑跌破了 然后所以我看 我们看这个美元对台币呢 台币有这 对 今天稍微正好来到这个颈线 正好来到这个颈线 如果可以持续 持续这个下来这里的话 表示说台币持续强的话呢 那对我们台湾的股市会更有帮助 好 那台积电 它突破下降趋势线 我们之前就在讲说 如果它可以再往这个 550以上的这个压力来测试的话 它可能会形成一个头肩底 目前看起来有这种迹象 因为它的股价呢 未来是要扣低的股价 扣低的股价 所以这个股价呢 会它的季线会渐渐走平 那对台积电在这个地方的压力 会比较小 所以它形成头肩底以后呢 如果真的形成头肩底 它的目标区呢 就可以来到测试 之前的594块这个高点 那因为台积电稳嘛 所以跟着大盘呢 也是上来 我们之前讲说 这个地方形成一个 这个什么反转形 K线反转形态呢 拇指 对 多头拇指十字 这个因为在低档反转上来 所以上来到这个地方 现在也突破了下降趋势线 所以呢 这个行情还可以 感觉上应该还可以持续继续 好那因为季线在9月6号的时候是下弯嘛 总点了三个月 对那所以指数可能会有三个月 所以来到11月12月 这个时候呢 正好是一个 是一个很好的反弹的行情 但是涨上来的时候呢 就是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小心谨慎 因为有8个出货日 8个 所以这个地方的卖压会比较大一点 好 那但是因为上有锅盖 下有铁板 这个铁板呢就是16000点 之前的15周的这个密集的交易区 就形成对这个指数的支撑 还有年线呢也是往上 在持续翻扬 所以这两个呢都是对这个指数 会有帮助 就是支撑的地方 那虽然这个指数可能没有办法 一下大涨了 因为会来到 来到这边是就是有压力的地方 但是会有金金涨 就会金金涨 那今天高价股表现的都非常的强 好通通啊 是建策一档是绿的 那这个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 我们的四星还有违影 四星我们那天讲说 四星我们是在2610买进 2610买进 到目前为止呢 赚了345块 赚了45块 天啊 然后违影是1465 违影1465呢 到目前为止呢 赚了295块 好甜哦 对 那所以呢这个高价股呢 这个价差那么大 表示说哎 这个是有实力的这个大户呢 又进来 进来这个股市呢缴获了 所以所以行情不会一下就就没了 是好 那IC设计股跟软体股呢 持续攻攻攻 冲冲冲冲 哇他们还是一片红通通的 是 就是所有的次产业呢 IC设计股表现的是最强的 还有包括我们礼拜五讲的 这个经历科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哇 那其实不到一天也有就亮灯涨停 对没错 所以晚了 不好意思 然后一天就给你亮灯涨停 经历科 好生技股 我们刚刚讲松瑞科 对 还有东森华 今天也很强 这是上柜的 那上市的呢 也是表现得不错 好 那AI概念股今天也是红通通的一片 对 虽然没有其他的类股表现强 迎光也回来了 对 这个散热的概念股 即可散热的 好 见准今天也差一点拉到涨停板 事实上也是涨停板 好 那我们讲说这个AI伺服器的三雄呢 目前来讲呢 他们的压力还蛮大的 就是虽然他们扣的这个股价 已经来到低档了 但是因为现在的股价 相对要扣的指数呢 仍然是比较低 就是会扣高股价 然后加新的股价 所以110块以上 微创是压力比较大 那技嘉也是同样的情况 对 而且呢 技嘉今天有一个这个蛮特别的 他已经公布了第三季 前三季的EPS 5.30元 那事实上有些人认为说 他这个季报表现的是不错 因为他也年增季增 表现不错 但是有些人可能觉得说 你不是号称这个AI的伺服器 会持续成长吗 那怎么赚这么一点点 所以他今天一开盘就是下山 然后那持续再往平盘上攻 那无论如何呢 他现在是290块以上 是压力会比较大 那广达他是220块以上的压力会比较大 好 那未平仓 期货的未平仓合约呢 外资 那今天又继续做多 所以他现在这个期货呢 有5600口的多单 现货呢 他今天又买进了188亿 所以是期货跟现货呢 同步做多 所以他就是翻转了之前呢 一直卖一直卖 卖个不停 所以现在是对于这个市况来讲 是会比较热观一些 国家分的 对 那么融资预游 融资预游 上礼拜五减少了8亿 对 所以现在还是相对的在高档 好 那财了KY 这个一直锁定很久 对 短线进入整理 那不是还要在看五天吗 对 那我们讲说 我们上礼拜就讲说 他来到这个前波的高点这里 就是他的一个支撑线 果然他已经三天不破 今天又拉出一个这个中红 所以这个地方950块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一个算是蛮有效的 短期的支撑 那银帮在400块之前停住了 就没有再跌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他目前也是在400块这个地方 获得一个支撑 那汉唐 我们讲说他已经突破了240块 所以目前呢 就是每天每天都持续的在往上 一直一直在往上攻 小涨小涨这样往上攻 这是汉唐持续上攻 那中等大选 历届的中等大选 这个每次几乎都有行情 然后就是比较行情 都是可以涨10% 到或者是15%左右 等会马上来看我们的选概股 轮飞 轮飞还是在整理 我们在9月8号以来呢 就推荐大家 那到事实上到这个之前呢 就已经赚了69% 是的 那因为他上礼拜的时候 又出现了这个长A 所以目前还要再陷入整理 那中市目前也是一样要陷入整理 那事实上他已经有57%的这个获利了 好 那汪汪宝目前也是一样在横向整理 但是今天他是稍微强一点 好 那这个新的选举概念股呢 东洋 东洋是要测试 如果说他可以攻过这个85.5的话呢 那这个他会比较 行情会比较好会转强 这个关键讲记得新的美食呢 对 新的美食的话就是说 他突破了下降趋势线 是 然后现在突破下降趋势线 再稍微整理一下 是 那所以这个他今年他可以获利18 EPS可以18块 明年可以20块以上 所以相对的本益比不高 所以这个股价呢 仍然可以持续流利 好 那短线的时间所剩不多 大概剩三分多周 我们马上来锁定一下 短线标股 乱乱买也有一波它 第一个基亚 基亚 基亚实在太强了 实在太强了 我们10月27号的时候 就跟大家推荐 那时候才43.9 到今天呢 已经差一点涨停板 来到61块 已经有39%的获利了 各位观众 你有没有买 有没有买 你看了我们的节目 你有没有买 不要只天天看 天天看不动作 如果说你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买 不知道什么价位买 什么时间买 打电话来 跟着老师一起来坐 02-7725-9668 对好 那基亚 是非常强嘛 是 那我们上礼拜五推荐的 这个软软杯呢 哇 金利科 亮灯掌停 恭喜家族会员 那么如果说电视观众 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到底有没有买啊 赶快 机会是真的是属于 留给真的有行动的人 对没错 好我们上个礼拜就讲说 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上升三角形 上个礼拜五就突破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讯号 好那今天又继续往上攻 所以这个金利科呢 这个是短线 非常强势量也放出来 还可以持续来注意 那还可以上车吗 可以 没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个价位 因为这只是第二根而已 第二根的 这个长红出来 好 那松瑞耀是我们在11月1号推荐的 那时候是在 他突破了这个这个颈线 这个这个颈线 突破以后呢 整理了两天 那今天又拉出这个长红掌丁板 是 所以这个松瑞耀呢 他是所谓这个这个培南 广效抗生素 所以这个呢 他是一个有蛮好的这个题材 好 那东森华我们在11月1号也推荐 那时候推荐 那今天也大涨了5% 所以也是表现得不错 是 好那我们安克 我们之前有讲说安克 是由这个全世界啊 全球有4亿人 有这个睡眠呼吸的中止症 希望大家 当然身边最好不要有这样的朋友 但是呢 如果说有啊 这个安克 他们就有一个10分钟的 睡眠呼吸中止的检测 不用过夜 对 还蛮厉害的 很厉害 而且很 就是符合我们现在人的趋势 对没错没错 所以他这个未来他的营收呢 会大增 他现在10月份已经月增年增108% 所以他未来会大增 增加的话呢 他的股价就可以跟着营收盈余持续成长 这个是不是拉回可以上车 对没错 因为他 那价位呢 价位 帮观众朋友问一下 价位如果说来到这个景线23块 万一如果有来到这个景线23块那是一个很好买点 可能23块都不会拉回到这个地方 感觉不会拉回23块了 对 那这样的话还有什么 没上这个朋友还可以几块买 硬要问 硬要问的话就是五日线 我们看他的五日均线没有破的话呢 对 又继续走扬 那五日均线就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好 好 要华要 这是又另外一批软软卖 不过这个软软卖呢 他的价位很高 对 他是有什么利多呢 你看他有骨髓 继续增生性的肿瘤治疗 他因为他是发明这个新药的嘛 新药然后发明出来呢 通常新药就很久 多久呢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好几年 发明一种新药 要经过一期二期三期的测试 要多久 10年 10年 通常差不多10年 所以我们有个习惯说10年磨一件 真的 一颗新药出来呢 是用10年 然后烧了很多钱 磨了10年 然后才出来 但是一出来你得到那专利呢 那个报酬真的是非常大 那药滑药 他有这个骨髓增生 治疗肿瘤 然后干扰素 治疗这个肝血管内的皮瘤 研发性的血表板过多症呢 第三期临床实验 我也是写小板过少 没有写小板过多 多人贫血 好的 这个 他有这么多的新药 持续的在 在发想 未来梦想很大 对 但是他现在 就没什么获利了 就是还在酝酿当中 好 那这个股价呢 突破了下降趋势 可以留言 好 建达 这个是 威胜集团的 对 威胜集团 他突破了下降 自然运游州也很狂飙的特固 嗯 代理IT相关 对 突破了下降趋势线 那今天这个量放大 突破了 那通常 这个建达 他会 几乎每年都会做一次了 每年都会做一次 一年一次的惊喜 对 有时候是一年做两次 那今年现在呢 会不会说这一波 就是年底的这一波他要做 有这个希望 因为他突破下降趋势线 然后量放出来 那价也不错 好 那我们就是要选择好股 挑对时 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利润 希望我们这个影片前面的朋友们 都可以赚到大钱 如果都有赚到钱的话 也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如果说还是不知道怎么上次的话 没关系 直接交给袁老师 0277259668 那我们用力鼓掌 我们下回再会了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神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哦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到实地则荒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女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